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無禮故舊世家 這乃是羞辱痛苦幾好 深愛自主耶穌 為世人被定死 這世家為我最愛最棒 故我愛高居十字寶教 直到在竹台前見逐眠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寶 此世家可還供一貫面 主寶為世子家 乃是人所盡視 我卻認為是深愛可誇 神愛自主耶穌 離去天堂融化 被賜婦家投向哥哥他 可哥他只是家 雖然滿有血跡 我仍然以此家為美神 贏在此寶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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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主為我捨必 但我終罪使我夢恩正 故我愛高居十字寶教 直到在竹台前見逐眠 直到在竹台前見逐眠 自家倉者 そんな憤怒的說 一般的佛性 他心情就如緣 但我晚上敵人 顧我乐意背负 此奇妙的宝家 甘愿收拾人情世如芒 故日就住在你 迎接我同神殿 永远分享 容赴在天降 故我爱高举 十字宝家 直到在竹台 千千逐眠 我一生要背负 十字宝 此时将可换 共义换年 我一生要背负 十字宝 此时将可换 共义换年 亲爱的家人 时间过得很快 一月又半个月都过去了 今天是一月十六号 我们的经文在诗篇一百三十六篇 一共有二十六节 因为比较长我们就不全部念了 有关的经节我们再念 你们一定要自己念 那美言的标题是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祝福你今天让你活出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在你的一切遭遇的事情上 显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我们读这篇十篇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注意到 诗人特意在每一节中 重复都提到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句话 我们念一下好了几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看见这一篇诗篇 每一节的后面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觉得这一篇诗篇真是太充满了盼望了 因为诗人的信念里面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首先爱思想第一个 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专心留意神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会很奇妙的发现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神的爱 我们可以从神奇妙的创造中看见神的爱 第五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我们可以看见神如何因着爱以他的智慧造天地 一切所造的物都充满神爱的彰显 因此让我们常常为着神奇妙丰富智慧的创造 来称谢他 这个真是有的时候对我不容易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家新的房子 到了夏天的时候 那个浴室里面就会 每天都有二三十只的小虫 小飞虫 当然它停在墙壁上 你一打它也会飞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好打 它会飞走 可是大部分是好打 我每天进浴室就很紧张 看哪里还有哪里还有那个小黑虫 我不晓得从哪里来 但感谢主冬天了十一月十月就没有了 可是暑假七八月六七八月 我真是心里好气 我说这个新的房子怎么会呢 怎么造成这样子呢 我说神啊你造它有什么意义啊 我不知道 也许需要平衡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遍地满了神的丰富跟智慧 所以我就不敢随便埋怨什么 我不喜欢一些小动物 什么蟑螂啊 我们看到它就讨厌 我们就打它 可是有时候我就想 神啊这是你造的嘛 那你知道它们一定有意义的 要平衡什么嘛 或要给鸟吃嘛 等等我们不懂 但是都充满了神 我们相信充满神慈爱的彰显 对 我们为着神温暖的阳光 对不对 要呈现 要呈现神 对 第七节说呈现那造成大光的 对 对 第八第九节 它是为着皎洁的月亮和美玉的星星来称颂神 第八第九节 它造日头管白昼 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 它造月亮西朽管黑夜 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圣人告诉我们 我们不仅从神的创造 看见神的爱 对 那我们也从神的拯救看见神的爱 神如何在天路的旅程中 引导我们看见祂的爱 十到十五节 神因为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人 他们击杀 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 然后十一节说 他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然后他用伸出来的绑壁来帮助他们 然后他分裂红海 然后他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十六节说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神如何在我们这个天路的旅程中 引导我们看见神的爱 神如何为我们战胜一切 来攻击我们的生命的仇敌 那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他又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如何不断地赐福给我们 这从这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爱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而且丰盛有余 我相信我们这一生都可以继续写下去 我们可以继续地写下说 哦 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婚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使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赐给我们一群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哦 神医治了我的疾病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对不对 让我们一生一世 永远称谢我们的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另外诗人也告诉我们 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着爱 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让我们仍然赞美神说 我相信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我们面对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的时候 我们对神不要抱怨 我们仍然称邪他说 神啊 我相信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我们面对四位有许多的仇敌 安营攻击我们 甚至在你 比方说你在职场上 有的时候 你为了要坚守基督徒的原则 你可能不跟人同流合污 对 那可能会遭遇到一些的误会攻击 那么你会说 神啊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心不要害怕 好 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也像神一样 不断的相信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相信他慈爱永远长存的人 有福了 那第二段呢 第二段我要讲到的是称谢创造的主啊 回过头来讲 这是第一在到第九节 关于神的创造 好像只是被我们引用来像 好像神的创造只是被我们引用来像 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证明神的存在 可是我们读了这些 这个信息就显出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的眼光好像太窄 我们把神限制在他只是一个创造主 诗人述说到神的创造作为之前 他是怎么述说描述神呢 他说神是什么 他是万神之神 对 你看 因为他第五节才开始说 他用智慧造天地 对 但第五节之前呢 他先说神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他独行大骑士 他用智慧造天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觉得第二大点就是 我现在懂了 就是我们来学习 对 学习 这有多么重要呢 在本篇中每一节都说一次 一共有二十六次 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人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 不仅是显出了神的全能 并且从创造大功中 能够看见到神的慈爱 若是神没有铺地在水上 今天我们就会要住在水里了 若是神没有创造大光 创始第一章 神创造的光 那我们就没有日夜 我们更没有四季的区别 我们只要看南北极的生活 就可以略略知道 从神的创造 真的是看见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而我们人类是神创造中的极致 并且在我们身上 可以找到神属性的特征 从创造来看 在我们的身上有别于动物的 就是我们的创造的意 创意 人有创意 那这个创意更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知道行为学家常常透过实验 就预测 而且来看这个动物的反应 可在人的身上 人是不会按理出牌的 这就是创意 而撒旦恶者常常运用他的力量 想尽各样的办法来打击我们的信心 好像他在约伯身上所做的 撒旦跟神对话的时候 就是预测当约伯受了各种的苦以及恶劣的环境后 他一定会背离身 可结果呢 没想到反而使约伯的信心更近身 使约伯从疑文的敬拜 进到心灵诚实的敬拜 今天我们知道仇敌仍然不死心 仍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试探 苦待他的儿女 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 不是也承受苦难吗 历史中许多无名的圣徒都是这样 因为恶者不会放弃他的本性 因为他不服弃神施恩给人 总是想要从神的手中偷一些人 与他一同承受永死的这个苦 感谢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保罗说我虽然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上面的路是开通的 能够跟天上的神来交通 这就是创意 因为这是属神的性情 在神创造人的时候 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 神的恩典不是指赐给在历史中的这些 我们读过去的这些圣徒 神的恩典也赐给我们 我们也许会经历像约伯那样 没有任何理由的受苦 我们也许会如同保罗为了义 而为耶稣的名而受苦 那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还可以抬头向上仰望 因为神的施恩宝座 仍然向我们是敞开的 因为主受过苦 所以我们可以用受苦当作兵器 这是恶者万万想不到 或说他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他还想用苦难 要来俘虏我们 岂不知苦难已经成为神的祝福 而那把钥匙主也已经赐给我们 那就是向上的通路了 第三段我讲从10到22节 那记述了神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一段作为 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 兴衰在乎他们的王 在于这个王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 都蒙了神的祝福 何况以色列 那诗人祭述这段神的作为 其实就是王的作为 所以从10到11节 他说称谢那吉沙安息人之长子 因他的自爱永远之长 那从王为自己百姓的这个福祉来征战 那17到20节 王为了护卫自己的百姓 而与其他的政权征战 21到22节看见王的治理 可是好景不长的是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件事 在撒末尔年纪老迈的时候 以色列的长老要求撒末尔为他们立一位王 像列国一样 神如何解释这种人的行径呢 神对撒末尔说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事也不断的发生 当我们信主的初期 我们愿意让心中的宝座让出来 让主坐在宝座上 在我们心中掌权 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想像其他人 我们会想要跟其他人一样 我们不想再让神掌权了 而想要自己掌权 结果反而让世界来在我们身上掌权了 让流行在我们身上掌权了 让人家都这样来在我们身上掌权 当我们不再让神掌权 而是让人掌权的时候 撒末尔纪上八章九节 那个挟制就会来 以至于这些掌权在我们身上的势力 反而就掌控了我们 使我们受挟制而不得自由 最后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诗人在最后的一段 把我们的眼光拉近到我们的身上 不只是在神所创造万物中看见神的慈爱 不只是在历史中看见神的慈爱 还是在我们身上更可看见神的慈爱 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的重要恩典就是 他就把我们二十四节脱离敌人 对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里面 诗人说 神要就把我们脱离这个敌人 感谢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说 我们必会得胜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赞美你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万神之神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今天已经走进了AI的时代 但是我们说 神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主啊我们被世俗各样的学说 好像感到说什么 有一天人体可以里面执晶片 人的脑都会改变的什么 很奇怪的这些 主啊但我们不管 我们说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永远掌管这个世界 因为是你创造了我们 主啊历史在你的手中 未来更在你的手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也都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 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 今天让我们说你在我们身上 所带领的一切 我们都要说 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就不害怕 祝福我们的家人 今天常常称颂你 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以至于我们有好心情 我们有好的产值 我们有好的工作能力 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